南韓人民選出親美派的尹錫悅當總統 以不到一個百分點打敗執政黨 共投民主黨的李在明 就在尹錫悅宣布慎選五個多小時後 美國總統拜登致電功課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透過記者會 向尹錫悅祝賀 韓聯社分析報導 南韓新政府預計將深化美韓關係 將雙邊經濟合作範圍擴大到新科技 全球供應鏈 航天 網路與核電等領域 對中部分預計將展開有限度的合作 一方面維繫雙邊經濟夥伴關係 但同時要降低對中共的依賴 外界普遍認為 這與南韓配合美國打造同盟 統一戰線有關 可以預期的是 它對中國的立場越來越強硬 然後親近於美國的外交政策立場 包含他在選前所談的 他要增加薩德系統這樣子的防禦 韓國做出這樣子的一個表態的時候 應該可以讓韓國重新的回到 所謂的美國的東亞盟國的戰線聯盟裡面 尹錫悅以素人之資挑戰總統大魏 成功變天 相較於現任總統文在寅對北韓和親中的路線 尹錫悅將重啟和北韓的談判 並加強美中韓三邊關係 會不會衝擊到未來的中韓關係 被受關注 新唐人亞太電視 曾一豪 曾永如綜合報導